中文字幕——YK 很坚决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慢动作 现在右边路的传终球很坚决 现在国家队能看出新的尝试 不管是杨旭还是韩鹏 甚至高林在中间的时候 咱们能够从边路传终要坚决 公主导先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再看 这个球好就好在就是孙可 他先拨了一下球 推中路的听过守门员将队能发点1比0 中国队领先 不错的一个开局 首先中国队开始把自己的士气打出来了 又在中间场敢于控球快速的配合 包括刚才这边路的传终 虽然这个点不是很好的公门的点 露过来以后孙可的那种勤奋强点 在近期里获得一个点击的机会 郑芝呢也是发的很稳健 对中国队的 今天孙可的 调进去 投球 漂亮 漂亮 十八分钟的时候 很好 所以咱们现在呢 能够从后场发起的进攻 从中路有序的向前推进 边中有效的结合 再看传终点 三个人 哦这个点给的真好 好像是任航传的是吧 任航 对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 俱乐部支援队员支援熟悉 在国家队 能够形成 这个 这个有效的在位置上 相互之间更多联系 这是孙可 跟任航来自于江户顺天 两个队员的熟悉 这个球可贵就可贵在 就是 居然我们三个人 有几个球员 加在风中 打吧 这球 王大雷啊 王大雷在上下半时 各有一次 再从我们看一下 是无分脑袋撞住了 我吧 能看到 不调还真是不行 哎 球进了 比赛今年的81分钟的时候 比赛今年的81分钟的时候 巴勒贵队员 看两个人 在准备了 对二点球 也就两 二点球 明显两个人没有跟上 比赛